陳佑寧 歡迎收看華視晨間新聞 早安 帶大家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白天 東北季風稍稍減落 所以各地的氣溫也稍稍回升了 在東部來看是十六到二十五度 北部是十六到二十一度 中部是十六到二十五度 南部是十八到二十七度 白天天氣比較涼冷 而我們從十二月的測戰資料來看 宜蘭測戰已經十二個月 連續每一天已經下雨了十六天 接著我們跟蘇澳也下了大概十五天 臺北也有十三天 真的是要把握空檔 因為今天晚上 東北季風又要增強 所以到時候 北臺灣水氣又會增多了 降雨範圍也會增大 我們就從雨區預報來看了 下午 今天下雨的範圍 還是維持在這個 金龍北海岸一帶有大臺北山區 跟宜蘭不排除是會有局部大雨的 另外像是北部還有這個 東南部地區跟恒川半島 也是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所以外出還是要記得西大雨制了 而至於中南部則是 多雲稻情的好天氣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時間